中国经济取得骄人的成就 自然是常人不可想象的 在中国军工制造也一直都是以物美价廉这样的方式来吸引顾客 用的国家都说好 但是在中国逐渐开辟国际市场的过程中 也不能保证每一次交易都很愉快 在这一次次的过程中 中国也对这些国家有了一定的了解 有些出尔反尔的家伙要远离 而中国在国际交易上也的确是吃过亏的 不过现在已经看清了两个国家 一个是土耳其 一个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相信军迷朋友们也不陌生 前段时间在西方国家的攒动下 马来西亚新总统马哈蒂尔 却莫名其妙地终止了之前与中国达成的协议1400亿元高铁项目合同 马来西亚一成本太高 需要大幅度降价才能继续推进为借口叫停项目 人民都知道 中国制造一项以物美价廉著称 如果继续降价显然是不太可能了 马来西亚打算以此作为筹码 让中国降低武器出口成本 希望能够低价 从中国购买精良的武器装备 据报道 马来西亚方面希望购买中国的先进水面舰艇和常规潜艇 目前已经签订了是18艘新式军舰的建造协议 其中4艘由中方造船厂负责制造 剩下的由中国提供技术 在马来西亚建造 然 后马来西亚仍希望中国方面便宜点 可想而知断然遭到拒绝 相关军事专家表示 马来西亚对于之前从西方和俄罗斯武器装备 却从未出现砍价这行为 显然马哈蒂尔这算盘注定是打错了 马来西亚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无事达成的协议 特别是大数额紫金和项目 这种出而反而的把戏 让很多国家都担心 这种国家未来还有机会和别人合作都说不好了 失信于中国这个好生意伙伴 对马来西亚来说 肯定是个大损失 同时国际信誉遭到了重创 马来西亚事实上已经品尝到苦头 最后由于中方强硬表示将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 如今在尝到了苦果之后才转变了态度 表示愿意和我国进行友好磋商 一改之前的强硬态度 较之前变好许多 但是不得不说 这已经有些晚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